这是欧洲贵族皇室替身文学 他本是国王 却被双胞胎弟弟戴上铁面罩 囚禁在监狱里整整34年 永不见铁日 铁面人身材高大 行为举止都像一位贵族 虽然是囚犯 监狱却满足他的所有需求 可以看书 在监狱里前逛 吃什么穿什么都是最高级待遇 就连大臣见到他都要行礼 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露出乳帽 所以直到今日 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正身份 今天要讲的电影 就是改编自铁面人传说 主角是岩霸时期的莱奥纳多 他一人分饰两绝 颜值演技双双再现 1643年 法国国王路易十三贾翁 路易十四级位 虽然他样貌俊美 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魂军 经常在宫廷里打晚宴会 每天闪着海味 巴黎人民却吃不饱穿不暖 时常发生暴动 除此之外 他还是个好色之徒 早上刚从女人床上下来 下午就看中了另一个两家妇女 女孩叫克里斯蒂 是一名士兵的未婚妻 这名士兵 是保卫皇室的前后将手队员的儿子 为了泡妞 路易叫侍从抱来一只 扮成独角兽的猪 他把宝石挂在兽脚上 让大家去争夺这枚宝石 未婚夫为了给克里斯蒂 躲个好彩头 也参加了比赛 趁着大家去追捉 路易用喷拳围堵了这个落单的女孩 他对克里斯蒂一番甜言蜜语 可是对方与未婚夫相爱 不愿意背叛未婚夫 路易就威逼利诱想亲吻他 就在此时 突然有人刺杀路易 队长闪出手里剑插在此个身上 刺杀者死前留下一句话 就被路易遇见死了生命 他还是对克里斯蒂念念不忘 第二天就把对方的未婚夫 调去前线作战 未婚夫明白了国王的意思 可是作为一名士兵 他不能退缩 他被安排去了战事最激烈的前线作战 成了泡妇下的牺牲品 两天后 未婚夫战死的消息 传到了未婚妻手上 此时巴黎也再次发生暴动 人民聚集在工程外反抗 因为军队发给他们的粮食 坏掉的 有人拿果子 砸想皇家护卫队 队长达达尼昂 用剑插中了一个果子 尝了一口 果然已经变质 他答应了人民的诉求 回去劝说国王 得知此事的路易却丝毫不在乎 他派人处死了 发放变质食物的大臣 射杀暴动的人民 继续在王宫过着交涉一役的生活 火象手阿多斯也收到了 儿子战死的消息 他终生保卫皇室 国王却为了死与 害死了他唯一的儿子 他提起剑 连夜赶往宫殿 想向国王复仇 却被自己的好兄弟阻拦 达达尼昂身为皇室 护卫队队长 始终忠于皇家 可是这番话无异于背叛 阿多斯和他决裂了 未婚夫死后 克里斯蒂也被找进宫里 彻底成了国王的女人 路易的浑庸无囊给人民带来了不幸 阿多斯和另外两名火枪手决定 冲组三剑客 发动成变 达达尼昂和他们的理想 都是为了人民战斗 却不愿意参加这场变变 因为他誓死效忠国王 昔日兄弟军列 达达尼昂离开了 三剑客秘密来到了一个海上监狱 那里关着一个神秘铁面人 每周都会有牧师 来给铁面人做忏悔 三剑客扮成牧师 用一具死尸换走了铁面人 这位神秘铁面人 正是路易十四的孪生弟弟 菲利普 当年 王浩生下一对双胞胎兄弟 老国王怕兄弟俩 为了争夺皇位反过成仇 把刚出生的弟弟送往乡下抚养 没想到 哥哥继承皇位后 还是发现了弟弟的存在 于是派人把弟弟关进监狱 并戴上铁面具遮裂 让他永远不被世人所知 直到某一天 他被三个火枪手救了出来 这是他时隔六年 第一次摘下面具 等他清晰剃掉回须后 底下的脸 果然和当今国王路易十四长的一模一样 铁面人叫菲利普 当年把他秘密关进监狱的 就是救他的剑客之一的神父 他本是国王心服 一心辅助国王 创建一个人民能吃饱穿暖的帝国 可惜 路易十四是个红军 让人民饱受苦难 他在计划整变 让菲利普取代路易十四成为新国王 礼貌换太子的计划 在三周后的化妆舞会上进行 时间紧迫 三剑客之一的布尔多斯 却决定赏掉 他享受美酒和美人 可是依然觉得生活空虚 经常起自尽的年头 神父提前吧 对 导致整个屋子都塌了 布尔多斯再次轻松失败 只能暂时搁置自杀的念头 而菲利普也反对这个计划 因为他根本不想做国王 他从小生活在农村 温顺而自由 宁愿娶一位农妇 和他一起养养过日子 对他来说 国王和铁面具一样都是老农 三剑客也说出了 他们需要菲利普的理由 他们的信仰 一直都是辅导一位明军 他们不想看着人民受苦 所以就算赴死 也要发动重变 菲利普被这种信仰打动了 终于答应了这个计划 三剑客叫他剑术 马术 还有铝衣 甚至还要学穿高跟鞋跳舞 这时 城里突然传来消息 国王下令 秘密处死 暴动的人民 神父和布尔多斯去城里救人 只留下阿多斯继续给菲利普上课 八章五贵的天 三剑客和菲利普戴上面具 前往宫中 布尔多斯特意在面具下 带着一个铁面具来吸引路易的主意 路易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 慌乱地回到了自己的路 有道理 三剑客早已在密道里布置好了 他们咋晕路易 然后让菲利普换上路易的礼服 菲利普第一次扮成国王 重新回到宴会室 很紧张 没想到下一个动作 差点暴露了他的真正身份 一个胖贵妇刚好摔倒在他们前 他好心搀扶 全场瞬间肃静下来 因为国王根本不可能做这种事 幸好太后来了 三剑客提前和太后透了底儿 太后也对小儿子心愧愧疚 答应了他们的计划 这还是母子俩第一次见面 一个眼神 仿佛表达了千言万语 可是千算万算 舞会还是出了岔子 路易的新王妃当众赤马国王 因为他是被路易 抢取豪夺来的两家妇女 他的未婚夫被路易害死了 而他为了家人 只能卫身于国王 菲利普不仅阻止保卫队抓人 还下场安慰他 这个举动彻底暴露了他的身份 皇家保卫队队长认出了 他不是真正的国王 秘密让人守住宫里道 所有出口 男人被强制带上铁铁铁 只因为他和当今国王 就和他一模一样 两人是双胞胎兄弟 哥哥登基后 为了防止弟弟请皇位 就赏他一个体面具 让他永远不能出现在世人面前 路易十四是个暴力的混军 让巴黎民不留生 三个英勇的剑客发动了争辩 想让他的弟弟菲利普算位 成为新国王 可是计划失败 三剑客逃了 而菲利普差点死于亲哥哥的手上 是太后恳求他饶了弟弟一命 才让菲利普活了下来 只不过得成为铁面人 永远囚禁在监狱里 同时 路易最宠爱的飞贼上吊了 他却不伤心 只觉得尸体晦气 路易探索美色 连良家妇女都不放过 害死了女孩的未婚夫 而他无力反抗王权 最终选择了上吊 路易派自己的心腹 去监视皇家保卫队的队长 达达尼昂 因为他为菲利普求情了 还和叛变的三剑客是好兄弟 他猜测 对方一定会和三剑客联络 打算一网打尽 达达尼昂确实给三剑客 通通冒信了 他透露了菲利普被关押的位置 三剑客尽管知道 这封信是陷阱 还是义无反顾的去监狱 他们穿上以前 做虎枪手术的旧制服 混进了监狱 达达尼昂也抱着 必死的决心去帮他们 在出发前 他去见了太后一面 给他留了一朵玫瑰 此时 三剑客也顺利混进监狱 救出了菲利普 但他们依然不相信 达达尼昂会背叛国王 他发誓 永远忠于路易十四 可这次达达尼昂是真的来帮他们的 他知道国王的计划 所以带他们走了另一条路里一排 路易却铁了心了要抓住他们 把整个巴士地狱都包围了 甚至还派出了一种支火强队 他们是法国最年轻的皇家士们 会为国王战斗到最后一刻 这次达达尼昂没有再背叛自己的兄弟们 四个老骑士冒着必死的决心 开始了最后一场战斗 七杀杀的火枪对准了他们 用刀剑对抗火炮根本就是求死 火枪队除默契 公了 他们闭上眼睛 把枪支对着地下的空出发射 四剑客和铁面人都没死 火枪队全体成员 都情迫自尽地把剑放在胸前净里 他们都崇拜敬佩这群老剑客 路易恼羞成怒下 拿起刀想牵手杀死弟弟 却刺在达达娘的身上 他为菲利普挡了一刀 路易也随之被制服了 原来达达娘和太后相爱 案件中胎 路易十四和菲利普都是他的儿子 尽管路易十四是个昏君 爱着人民的达达尼昂 却坚决绝维护他 不让任何人伤害他 但他同样爱另一个儿子 所以为菲利普挡刀 达达尼昂重伤死了 路易想抛走 却被自己的心腹背叛 侍卫队队队长敬佩这群勇士 他的理想和四剑客一样 为人民战斗 所以他选择了菲利普 做他们的新国王 三剑客最终恢复了火枪手的身份 发誓为菲利普效忠 菲利普成了新的路易十四 在未长达72年110天 被称作是历史上 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国王 在他的统治下 法兰西成为当时西欧最强的国家 天命人也销声女记了 传说他被特赦到乡下生活 而吕王经常去探望他 消防 柯 谅 用啊 最后